不过今天零售业倒是宣布大调薪了 这是全联他们宣布要加薪 今年的调薪幅度最高有6% 好事多他们每小时竟然是大增了30元 如果是新进的人员 基本时薪213来计算的话 调涨之后会到243元 这调薪幅度有14% 工作人员请补获辛苦工作一个月 最期待的就是领薪水的日子 全联宣布要调薪 今年幅度大约在4.5%到6 量饭店加薪美食卖场更是狂 午餐时间到工作人员 厨房内忙着备料准备迎接爆满客人 之前才传出美食卖场的收银员 月薪有高达5-6万 限煞一大票人 现在又传出要加薪了 4月1号期美食卖场全体员工 每小时加薪30元 以薪人的基本时薪213元来算 之后就会涨到243元 调薪幅度是高达14% 限煞众人 好市多员工正值跟兼职差别 只在于时数 正值保证一个星期可达40个小时 兼职一周最低也有28小时 如果以最低时薪计算 调薪前正值可领36,849元 兼职可以领25,773元 加薪后正值破42,兼职近3万 另外好市多还有级数之分 每满1040个小时旧调级数 最高6级数 原时薪302元 调薪后332 加薪幅度大约一成 好市多他们都很照顾 你照顾员工 所以员工的向心有多 每个人上班的话 就是用跑的 这么开心 对对对 很开心 很有效率 加勒福每年12月到1月间 也会针对员工进行考核 依据个人表现来调薪通常都会在4月生效 而调薪幅度不一定 道润发则是每6个月都会针对全体员工 进行技能检测 通过考验就能升级加薪 总共分4个等级 升到最高第4级薪水有31500元 看了实在让人心动 毕竟这年头加薪已经很难 更何况超过一成的调幅 真的让人不禁想喊 太羡慕啦 东森财经新闻 许中玉米姐特别报道 见得好 未经许中玉米姐特别报道